好,現在7點15分 我們開始今天的Level 2的Information Seminar 我是Kyle 過去十幾年都在CAPTAIN教CFA Level 1-Level 3 我現在正在教科目Level 3,也在教科目Level 1 明年就教科目Level 2 我除了Kyle教CFA課程之外,我也是一個Market Practitioner 我之前在Hash Fund工作,做資金銀行工作 我現在都做了一些Profect Equity 幫一些Start-up去提供錢 好,今天有三部份,我會去頭兩部份 頭兩部份就是一個關於Level 2的課程 以及一個DEMO Lecture 然後我將時間交給我的同事Christy,去解釋課程安排 我不知道代助當中,誰是何時考得Level 1 請問你,你何時考得Level 1 家裏出現8年前 家裏出現8年前,你呢 很久很久,可以 不要緊,我想問一下 Fact就是,Good News和Bad News Good News其實都不是Bad News Anyway Good News 現在是Computer Base 如果你記得你以前,你會去到六年禁遠的機場博覽館 是不是機場博覽館 其實是在灣仔會展的 Anyway 就是一本書仔,一本填充那張form 填充那張form,叫你戴完筆去 以前是考試六個小時的 早上三個小時,下午三個小時 中間有個兩個小時的break 被石燈柱 現在就沒有這樣的遊戲玩了 現在就是Computer Base 就是Computer Center Computer Center很多個 散佈全香港十八區,所以你看到哪個 我也不知道 怎樣選擇,我就不太確定了 Good News是,考試短了 現在考試四個半小時而已 二十六個小時 所以分兩個Session 兩個小時15分鐘一節 兩個小時15分鐘一節 實際上,它中間的break 是你自己最長的 最長的一個小時 你可以不剪刀也可以的 你喜歡不肯走,你喜歡留在這裏 按個按鈕,我想還有第二個Session 也可以的 所以其實 理論上可以五個小時就解釋不了 如果你想快的話 不是以前那麼辛苦的 五個小時可以快 考試,由於時間短了 考試的題目短了 考試的題目少了 基本上都是跟以前一樣分半小時一題 但比你以前考六個小時 加上四個半小時 考試的題目少了 因為會少了一點 但是unfortunately bad news 字幕沒有細小 基本上只不過考小題目 但要讀的東西沒有少到 要讀的東西 就是跟以前的level 2 讀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少到 只不過考試的題目少了 這個就是困難的地方 大家都是考level 2 明年level 2有三個offering 5月8月11月 5月8月11月 我估計大家考5月 估計大家考5月 如果5月過了的話 會順利到明年的2月 下level 3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明年的level 3 是8月offering一次 5月 只要結果都7月 7月沒有機會那麼快 讀到8月的level 3 所以很大機會都趁一年 到2023年的level 3 當然 他也未必會讓你報的 但事實就是 到你知道結果 是7月 你也沒理由下個月要考level 3 都要讀的 所以我們也預料你 是2024年3的level 3 另一個情況是 肥了5月的考試 肥了5月的考試的時候 你可以11月再考 在實際上 就可以11月再考你的 level 2 如果你要過了 11月的level 2 可能也要再延遲才考到 要再延遲才考到 12月的level 3 因為12月的level 3 2024年也不及 我鼓勵大家考5月的 因為5月的肥了的話 可以11月再考 大家知道 CFA的style 是一年更新的字幕一次 所以如果你5月肥了 假設肥了 11月再考都是同一字幕 但如果你 去到11月 即到8月考 你肥了的話 去到2024年考的話 那字幕就會動了 就會不同的字幕 所以正常來說 應該是明年5月考的 正常來說 就算肥的話 也是同一字幕 11月再讀一次 起10月考試 OK 這些是相對比較新的 arrangement 有些同學人知道 有些同學不知道 不要緊 基本上 現在你每個層級的話 最多考六次而已 最多考六次 我不知道你之前考過你 你考了二次了 假設每個層級最多考六次 多久考就沒有限制 例如七、八年之前沒有問題 這個不要緊 十幾年前考都沒有問題 但每個層級最多考六次而已 OK 你多久之前考上一次 你不在乎 只不過 他也不想你太辛苦了 如果你考六次都考不到 就算了 都放棄了 不要 好 好 這個是比較緊要一點的 我想問你什麼時候考了一度 上11月 這位同學呢 這位朋友呢 兩年前 事實就是這樣 他是比較近一點考的 你是比較好處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 Level 和Level 二 很多 overlap 如果你剛剛考的話 記憶猶新的話 是比較好處的 如果大家 比如說 十年前考 或者五年前考 變成很多Level 和Level 二的 concept 要重新的 要重新的 我就想解釋給大家 這個Level 二的 syllabus Level 二的 syllabus 對我來說 Level 二是extension of level 1 所以Level 1 和Level 2 基本上是同一個unit Level 1 還沒讀完 但Level 2 繼續讀 所以 最近考是比較好處的 因為那些concept 比我還記得 還記得 如果以前考的話 是比較困難的 Ethics 和Level 2 和Level 2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Code and Standard 這七、八年沒怎麼改過的 都是第十版的 都是第十版的 第十版 所以你 上年考、前年考、五年考都是第十版的 七個Standard 裡面有分為7A、7B、7C的 譬如 如果你本身 譬如同學剛剛考完Level 1 的話 那差不多就 不用怎麼讀了 因為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然後就是 Quantitative Methods Quantitative Methods 計算 情況就是 是這樣的 Level 2 這個數字 是基於Level 1 舉個例子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Level 1 讀了一個 叫Hypothesis Testing 有少許印象呢 少許印象就行了 Level 2 繼續說 特別是 Apply in Regression 裡面 所以 所以有些 Level 1 和Level 2 是 Overlap的 譬如 Level 1 的 Confidence Interval Level 2 是重新的 Good news 也不是 Overlap 太厲害 但是的確有些 Overlap 假設你認識了Level 1 的東西 所以有需要的話 就快點回去 看看Level 1 的資料 如果沒有的時候 上網看 看看Youtube Video Youtube 看不到 接著就是 Economics Good news Good news 說 Level 2的 Economics 是比較 是比較 self-contained的 跟Level 1 沒那麼大關係 而且是短很多的 Level 2 的 Economics 我大概一堂就蓋上了 Level 1 我大概要教兩堂多 很長的 Level 2 比較短 一堂就講完了 就比較 self-contained 最主要就是講 Growth Theory 和 Currency Level 2 形成一個很大的 Topic 就是 Accounting 這方面跟Level 1 沒分別 不知道大家記得 Level 1 都 如果你上我們 Camping 的話 20堂的Level 1 差不多 6、7堂 是講 Accounting 所以在Level 1 裡面很大的蝙蝠 Level 2 我大概會用三堂 應該三堂就蓋上 Accounting 就已經解釋它了 Level 2 Accounting 仍然是挺多的 Cover的東西不少 而且是挺深的 都考得挺深的 另外有很多概念 For example In particular the Financial Ratio 他假設你認識Level 1的 Financial Ratio Level 2 就用了 Current Ratio Debt to Equity Ratio 用了Solvency Ratio 去解釋現象 所以那部分跟Level 1 是很大的 overlap 我會鼓勵大家看看Level 1 Cashfall的計算 看看Financial Ratio Definition 那些全是Level 2 你會看到的 OK 接著就是Corporated Finance Corporated Finance Corporated Finance 就是Good News 現在的新的Service 跟Level 1 分別都比較大 比較大 其實現在在Level 2 有很多ESG的東西 Level 1就沒有怎麼提 Level 2就 比較多 ESG level 1也有提大 Level 2就 再講深一點 就變得沒什麼overlap 而且很神奇地 For some reason 現在 就很多 以前Level 2 都已經 pushed down 到Level 1 所以Level 2 其實現在 反而我覺得 Curporated 簡單一點 更簡單 就講一下 公司為什麼要 re-purchase shares 怎樣決定 怎樣派息 這些東西 其實我都比Level 1 Level 1 計數更多一點 好 接著就講Valuation Level 2的Equity Valuation 是差不多包含整個Level 1的Equity Valuation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剛剛讀了Level 1的話 差不多Level 2的Equity Valuation 先有 就是講Financial Modeling 怎樣做Financial Modeling 另外就是 怎樣去 另外就是 Fee Cash Flow Model Level 1提過一下 就沒有怎麼計數 Level 2就是Focus 另外是Residual Income Model Perfect Company Valuation 好討論是這樣的 Level 2的Focus Income 你問我 就比Level 1的Focus Income 所以恭喜大家 如果大家 尤其是這幾年 Level 1的Focus Income 我作為老師 我都覺得 太深的 是假的太深的 我都是完全 Unnecessary Level 2的Focus Income 我都是比較簡單 大概兩堂 什麼都講完 都是Discount Capital Model 計算一下 Bond Price 所以我覺得 Level 2的Focus Income 就是淺過 Level 1的Focus Income 接著就是Duratives Level 2的Duratives 只是說一件事情 就叫Pricing和Valuation 如何Price Go Forward 如何Price Swap 如何Value Option 基本上是計數計參謀 不求甚解之後計數 總之有些計數計數 看題目小心一點 這樣批下去 如果本身是數底強的話 真的不是太難的 基本上都是計數 接著就是Alternative Investments Level 2和Alternative Investments 是深的Level 1的幾多下 而且是幾細節的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在Level 1基本上是走馬漢花 說什麼叫PE 什麼叫Hedge Fund 什麼叫Commodities 什麼叫Real Estate 每樣講三個 如果我上我的課 我每樣兩張slide 說完就下一個題目 兩張slide Level 2的Alternative Investments 主要講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房地產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拆開它 再分為Private和Public 接著就是P Fund PE Fund P Fund的運作 第三個是講少少Commodities Commodities很少 很少 但是P Fund和 Real Estate 我比較詳細很多 所以跟Level 1的風格完全一樣 Level 1是心裡散花 什麼都講些 Level 2 選兩個 不斷地講 就很深的 很深的 就只要說 繼續延伸 Level 1 那些 Portuality theory Level 1 比我講了多一點 就是你的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 M 大家知道Cap M 是一個 Single Factor Model 就是說 如何影響股票的Return 第一個Factor 是Systematic Risk Demeasure Systematic Risk 就是Beta 好處就簡單 不好處 也太簡單 近年就講Factor Investing 例如Smart Beta Strategy Level 2 就講這方面 例如Multi Factor Model Factor Portfolio 就比較多計數 但是Honestly 都不會深入Level 1 其實Level 1 我覺得 有些東西太深了 教育Portfolio Theory 尤其是幾年很多東西 Level 2 搬了Level 1 Good for 你們 Good for 你們 這幾年沒有考Level 1 Level 2 In fact 我現在教Level 1 我也驚訝 為什麼會把那麼多東西搬了Level 我不知有什麼原因 很多Level 2 搬了Level 1 好 Again For 你們 比較之前考Level 1 的同學 就是朋友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你們要知道 以前的世界 因為Paper Base 全世界 全宇宙都同一個考 在某年某月 某日 日子 如果記得六月有個日 十月一日 大家全世界都很熱鬧 因為全世界都是去考CFA的 香港 內地 日本 新加坡 美國 歐洲 只差一天 好像 北美和歐洲 只差一天 但是因為現在 他們是Computer Base 你不可能那麼多人一起考 哪有個Computer 給大家用 所以現在 系統是考試週的 有整個禮拜給你考的 一個禮拜給你考 那你就去Assad 就像以前考香港考試 就選幾個slot 我想考這個slot 看看哪個slot給你的 所以這個 你也預計了那個禮拜裏 一般公司都明白了 可能星期六 星期二 就失蹤了 現在是不會weekend的 即是不會weekend的 因為中央都不會理會你的 中央有些人都要放假 星期日 所以很大機會是weekdays 你跟以前是相差很遠的 你星期幾考 你都是考 computer base的 星期五就是這樣 以前沒有什麼事 以前不是星期日的 但現在是weekdays考的 weekend的中央都會理會你 你都是 所以這幾個 computer base 是很大的改變 跟以前考CFA 亦都說過 分兩個session 以前我們都叫做 AM Session PM Session 但現在兩個session 就考 所以不會叫AM PM 只是Session 1 Session 2 你自己選 中間的break 其實你可以很可長很短 你自己調整 據我所知都是 另外一個跟Level 1有多大的分別 特別是跟剛剛考CFA的那些 Level 2考試是Based on Concept Item Set Item Set 如果大家知道 Level 1的考試 題目和題目之間是沒有關係的 是independent 理論上你後面考上都可以 從最後一條考上前面都可以 或是你隨便做都沒有問題 但是Level 2是Based on Concept Item Set 一個background 就考4-6條MC 官方說4-6條 但你猜4題左右 一題目少了 他應該都不會考6條那麼多 所以就給你一個background給你 考4條MC 所以其中一個 Level 2 多著重 尤其是Level 3 就很著重看題目的技巧 他給你一個background給你 你如何extract information 的background 有些是在table 有些是文字 但是亦都這樣緣故 是有一點點難度 因為為什麼呢 Level 1 題目是這麼短的 通常幾行 Level 1 你知道通常幾行 然後就問題目 你要information 在這段影片裡面 那段影片可能只是幾句 但是Level 2 的 information 就是在一篇文章裡面 你找到裡面的 information 你會有機會看錯 看錯東西 你開始以為是3.47 然後反過來看的時候 變成6.89 就是看錯的號碼 interpret錯的題目 所以這方面是有難度的 compared to level 1 就是這個item set的形式 好 Passing rate 這就恭喜大家了 剛剛 2021年 推出這個compared base的時候 Passing rate 跌到去瘋了 29% CFA 說有些學生因為疫情預備得不好 騙你而已 其實是他們的問題來的 CFA 問題來的 他設定Passing score 他設定問題 而去年 今年去到40%多 比較合理一點 所以回到 normal 所以你預計了 45%左右 Passing rate 這個跟以前也不是差太遠 所以現在回到 normal Passing score 要答對多少%Pass 基本上是涉及訓卷的深淺 但是我想這是問題的 因為他考電腦考試 換句話來說 他說你會早點考的 你會遲些考的 你會早點考的 你會遲些考的 所以CFA就很怕你通稅給他的 如果你 記載了十幾年 你很厲害記載了題目 告訴他 那你就會合格 所以理論上現在CFA的題目 考試卷 他用一個Library 他用一個Library 裡面抽題目出來 考你 理論上你的訓卷和你的訓卷 應該不一樣 當然很難證明這件事 他現在說 你的訓卷和你的訓卷 和你的訓卷 是應該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理論上哪個考試 應該遲考得比較好 遲考那些人 考什麼東西 考什麼 topic 所以應該是 訓卷不一樣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裡面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可能有機會 你的訓卷比較淺 他的訓卷比較深 但是以前的世界不是 以前你們的世界 就像我考的時候 全世界一份訓卷 全宇宙一份訓卷 現在的確有機會 你的訓卷和他的訓卷 是不一樣的 你坐在他旁邊 他怕你們 也是那個 他用一個文化的訓卷 抽題目出來 有機會抽題目 你是淺一點 他是深一點的 這個考試現在的設計 我都覺得是個問題 不過這個沒辦法 這個CFA決定要走 他已經決定了 你都沒得罵 所以現在你問我 運氣的誠懷大了 我很誠實說 有一點運氣的 如果你的訓卷抽出來 比較淺一點 剛才抽中的題目 你是 你比較熟一點 這樣 會比較大一點 那 沒得問 沒得問為什麼 我最重要的事是 Level 1 和Level 2 我剛才說過 Level 2 是 Extensions of Level 1 Level 2 是 Extensions of Level 1 很多材料 基本上是 你記得 或者懂得從 Level 1 有些 topic overlap 都蠻厲害的 例如 Quants 譬如 Equity 有些是沒那麼overlap的 譬如我講 Codify 和 Fixed Income 但anyway 對我來說 Level 2 是不外的 Level 1 一個晉身版 一個 more difficult version Level 1 那考試形式就變了 這個說到 High Level of Competition 這個絕對是 就變成了 簡單來說 很多同學考Level 1 當然Level 1 的 Passing Way 都不高 老實說 都只有四十幾%左右 但是簡單來說 Level 1 已經將一批學生篩養了 一批弱的學生篩養了 所以Level 2 競爭對手 都比較強 加上 大家也聽過 Level 2 的 Passing 也很多人肥 大家知道 也沒有什麼問題 記住 Level 2 肥佬我覺得很正常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但anyway 變了很多人讀多 有多時間讀的 這個也是一個 Fact Facting 也很多人肥佬 就是肥佬 Level 2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所以 No big deal 沒有問題 所以anyway 競爭對手是強一點的 好 我們的課程分成三個 如果大家上過我們DCFA的課程 Face 1 叫 Education Face 2 叫 Revision Face 3 叫 Mod Exam Face 1 主要是教授一些concept 和教大家做題目 Face 2 粗題目 Face 3 會做模擬考試 時間關係呢 我想跳去做 Demo Lecture 那份當中 他多了解 Level 1 和Level 2 的關係 我們跳幾個角色 去Demo Lecture 那一項目 就叫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of Interest Rate Term Structure and Volatility of Interest Rate Term Structure 是一個fancy的名字 其實是一個fancy name 但背後的concept是U Curve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U Curve Yield Curve 就是Yield 和Term and Maturity 的關係 Imagine 一般來說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Yield Curve 就是美國的Treasurer Yield Curve 這個是兩年債券的Yield 五年債券的Yield 七年債券的Yield 十年債券的Yield 三十年債券的Yield 你將Yield畫一條線 這個就叫做Yield Curve 或者叫做Term Structure 這個意思就是到底利息的Structure是怎樣的 答案這個Structure裡面 如果有一個Normal Yield Curve 越長的債券的利息越高 這個叫做Normal Yield Curve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不知道代替當中有哪個Market Prediction 但如果你留意現在的Yield Curve 其實是inverted的 現在長債利息是低於短債的 所以我們要用Yield Curve 現在三十年美國的Treasurer Yield 是低於兩年 兩年四年多了 三十年 美國大約是4%左右 美國是4% 所以現在其實是一個inverted Yield Curve 當然另一個情況就是Flat Yield Curve 其實現在的Yield Curve也挺Flat的 短債、中債、中期債券、長期債券、長期債券的利息一樣 這個就叫做Flat Yield Curve 其實這裡詳細的是Level 3講的 這個其實是Level 3的 Yield Curve是每一點 我們叫Yield to Maturity Yield to Maturity Yield to Maturity 就是Bond Price的Pricing裡面的憤怒 所以大家知道 當Yield升的話 Bond會跌 Yield跌的Bond會升 這個就是Interestary Risk 所以當Yield Curve升跌的時候 Bond Market就會升跌 這個就叫Interestary Risk Yield Curve Woman 基本上我們分成兩大類的 所謂Paleal Shift和Non-Paleal Shift 這一種就叫Paleal Shift 因為在這個Shift裡面 短債的上升和長債利息上升是一樣的 短期債券的利息升和長期債的利息升是一樣的 就是Paleal Shift 就是Paleal Shift In fact 在這個Picture裡面 短債、長債、中期債券 Yield Curve的Change 都是Delta Y 只有Delta Y 短又是Delta Y 長又是Delta Y 中間又是Delta Y 當作1% 當然Yield Curve不需要Paleal Shift 可以是Non-Paleal Shift None-Paleal Shift 就有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Twist Twist就是Slobe的改變 經常聽到什麼Steepening 或者Flatening Steepening就是這個Case 斜了 即Slobe是大了 Flatening反過來 Slobe就小了 你看到 在這兩個Case裡面 短期的Delta Y Y 和長期的Delta Y 就不一樣了 這個Delta Y 和這個Delta Y 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Non-Paleal Shift 如果一樣的話就叫Paleal Shift 另一種的Non-Paleal Shift 就是Curvature的改變 Curvature 我們用起航裡面就叫Paleal Shift Paleal Shift 所以如果Paleal Shift 如果是Paleal Shift的話 Curvature就會小了 弧度會小了 如果弧度大了 就叫Negative Paleal Shift 就是Non-Paleal Shift 很清楚這個情況裡面 你的短期 利息的改變 和中期 和長期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也是Non-Paleal Shift 就是Non-Paleal Shift 都說過了 Yield Curve上面每一點 就是你的Discount rate 所以Yield Curve動的話 Discount rate就動了 Bond Market就會升升跌跌 這個就是所謂Interest Rate Risk Interest Rate Risk 如何測試Interest Rate Risk 在Level 1 其實你已經學過了 你學過的概念 就是Effective Duration 或者是Meclari Duration 或者是Modified Duration 無論Effective Duration Modified Duration Modified Duration 就是Level 1 它都會承認一樣東西 就是Paleal Shift 在Level 1 你看到一個Formula 是這樣的 Change in Bond Price 就是-D Delta Y 這個就是Duration Formula 或者反過來 Duration 就是Change in Bond Price 除了Change in Y 這個符號 在前面代表 Opposite Direction Bond Price 就是Yield的Change 留意一下 這個Formula 只有Delta Y 為什麼 因為它是Sum-Paleal Shift Paleal Shift只有Delta Y 長、中、短都是Change by Delta Y 所以在Level 1 當你用這條Formula 去計算Bond Price Delta P 等於-D Delta Y 你背後是Assume Paleal Shift 如果是Non-Paleal Shift 是無法處理的 Non-Paleal Shift 就會用另一個Concept 叫Key Red Duration 去 去測試它 Key Red Duration的概念就是 譬如說 我現在不需要整條U-Curve 升跌 在U-Curve上某一點 升跌 就是某一點 那一點就叫Key Rate 如果某一點 升跌帶來的Bond Price 那就是Key Rate Duration 是這樣的 OK 我想跳到這裏 我想說這裏就結束了 我想跳到這裏說 這裏比較好玩的地方 大家也說過 U-Curve有時會斜上去 有時會打平 有時會斜下來 問題是怎麼解釋形狀呢 為什麼會有時會有不同的形狀 為什麼會 normal 會inverted 有三套theories去解釋形狀的 第一個叫Pure Expectation Theory Pure Expectation Theory 第二個叫Liquidity Theory 第三叫Preferred Habitat Theory 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 叫Pure Expectation Theory 他說一件事 Ford Rate 就是Expected Sport Rate Ford Rate 就是Expected Sport Rate 我想知道將來利息多少 我就選了Ford Rate Ford Rate是Level 1 你也見過的 如果你想知道將來利息的話 你選了Ford Rate 我們先看看什麼Ford Rate 先看一個例子 先看一個例子 看一個例子就可以了 Let's suppose 現在一年的利息是2% 如果Level 1 這個叫Sport Rate 所以S1 就是2% 即是投資一年的Return 就是2% 投資兩年的利息 就是3% 這個就是2年的Sport Rate 在Level 1 就做一個計算 他就說 如果兩年是3利息 一年是2利息 我投資兩年 在第二年的利息 收到兩邊的Future費是一樣的 那個就叫Impire Float Rate 簡單來說 我投資一元在這裏 我連著投資兩年的話 就是1.03的Square 我投資一元在這裏 一年之後到期就是1.02 因為一年的利息是2% 再多一年 那個就叫Ford Rate 所以1.02 乘回 1加F 就是多一年 我投資一元 Ford Rate 是Such that 兩邊是一樣的 兩邊是一樣的 那F就是Ford Rate 那你解決出來的話 就是4利息的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Level 1的Presentation裡面 這個叫1Y1Y 一年之後一年利息 那Level 2就叫1F1 就是大龍小二 那我回頭 Based on Pure Expecting Theory 為什麼 那個Ford Rate 如果計算Ford Rate是4%的話 就就是說 Market Expect 一年之後的利息 就是4利息 這個就是Market Expectation 這個Ford Rate 其實就反映了 Market 對將來利息的Expectation 那這個就是Pure Expecting Theory 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是說 In fact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對利息就沒有 Uncertainty 因為如果好像 在美國 那條UQ去到30年的話 我會把中間的Ford Rate出來 就是每一年的利息 我都判斷了出來 那你就沒有了 Industrate Uncertainty 你知道Exact 將來利息多少 那既然你將來 你知道將來利息多少的話 這個世界就沒有Price Risk 因為你Exactly知道 將Bond一年之後做多少錢 因為知道一年之後利息多少 就收回Bond price 這個世界也沒有Investment Risk 因為將Bond到期 再多年的時候 你都知道利息多少 就知道例子裡面 4利息 沒有多沒有少 這個世界就很完美的了 又沒有Price Risk 又沒有Investment Risk 那就沒有Investment Risk 如果這個theory成立 如果這個theory成立 到底什麼是implied fraud rate 就是F 有三個interpretation 第一個In fact 就是我們的interpretation 就是打和點 如果第二年的利息 是四利息的話 如果第二年的利息是四利息的話 投資一年 再投資一年 和你連續投資兩年 的return是一樣的 都是1.03的square 沒有多沒有少 又或者是locking rate 你投資兩年的話 即是在第二年你lock了4%的return 你投資兩年 就是你lock了第二年 4%的return 這個就是fault rate的概念 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 就是 which is a pure expected theory 說的話 喂 一年之後的利息 就是四利息 但是很神奇地 Not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即是說 這個世界就不是那麼簡單的 很多時候 將來一年之後 利息不一定是四利息的 可以高一點可以低一點 所以實際上 這個理論是未必有效的 那要視乎 就怎麼interpret the U-curve Let's say the U-curve 斜在上面 這個就代表投資者 expect利息 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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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過來 如果你 expect 利息向下跌的話 就代表 那些fault rate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這個就consistent 一個warsening economy 因為warsening economy裡面 政府就要減息 那常常說 U-curve inverted 代表經濟衰退就是原因 因為經濟衰退裡面 政府就要減息 那 U-curve 斜在下面 如果U-curve flat 就代表投資者 expect利息不變 那這個pure expectation theory就說 fault rate 反映投資者對 將來利息的看法 就是這樣 第二個就叫做liquidated theory 他說 這個fault rate 除了等於expectus fault rate之外 就加了一個 叫做 liquidated premium 那這個liquidated premium 其實只是一個risk premium 就是一個risk premium 請問大家 from level one 長債和短債 哪種債券 的duration大一點 everything equal 長債或者短債 哪種債券的duration大一點 男人那些剛剛笑完level one那些 長債或者短債 哪種債券的duration 是大一點 是不知道的 是你呢 三位是長債的 thank you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長債的duration大一點 那什麼duration 那是represent interest rate risk的 那所以長債是risky一些的 因為它duration大一點 就是risky一些 既然這樣的時候 他沒理由不給你risks premium compense你的risks 所以說 fault rate 就是expectus fault rate 沒錯 再加上risks premium 那risks premium 跟fault rate的起點有些關係 越長的fault rate 越遠的fault rate risks premium越大 因為那些債是越risky的 那 於是 如果u curve 在上面 那你有兩個interpretation 一個呢就是剛才說了 投資者expect的利息升 跟pure expectation theory一樣 又或者 投資者expect的利息不變 只不過因為risks premium 只要扯上去 即是說 u curve向上升 不是反映了投資者的 expect的看法 的看法 是simirepresent 那個risks premium 反過來 如果u curve向下斜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risks premium解釋了 因為risks premium 不會把他壓低的 只會把他拉高 那就代表投資 expect的利息跌了 這個就叫liquidity theory 第三個theory是這樣的 那這條是u curve 那這個是 short term 那這個是medium term 那這個是long term 那 即是 我又不太詳細說了 簡單來說 每一個 每一個 u curve的每一部分 無論短 中 長 都有不同的demand supply 那我舉個例子 銀行一般來的就買短債的 那麼 保險公司就買長債的 主權基金就買長債的 那供應就是美國政府 看美國政府發 長還是短 它是一個valid proportion 那麼這個理論就是 那麼到頭來 那個u curve的形狀 就要供求決定而已 那for example Let's focus on this 這個long term 的30年債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買家呢 就是中國政府的 就是中國的外貿儲備 那買到美國政府的債券 那麼let's suppose 中國決定了 就減少了買長債 就多點買短債 那我再一次 Let's suppose 中國政府 減少了買美國政府的長債 就轉而買短債 不是不買 只是買長買短債而已 那請問大家 如果中國政府減少買長債 長債的價錢應該先跌 長債的價錢應該 那個u呢 那個u呢 對啦 沒錯啦 那u curve 就是這樣啦 這個縮就大了啦 即是 short long end 就升了上去 short 掉了下來 那這個就用 demand supply 的角度去解釋 u curve 形狀 好 好 那我就停在這裏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系到cfa啊 或者關系到 如果關系這些材料那些 我想就上課才問 想關於cfa的考試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是 有問題 是不用的 絕對不用的 是不用的 不用的 那唯一就是 Original 就是那一套 curriculum 我叫做curriculum 總之你下載 那份pdf cfa的那份 我唯一 不要要求這個字 或者覺得你應該做的事 就做每一個chapter 後面的Q&A 即是你上課後 就做後面的chapter Q&A 應該會做的 應該是 那我甚至 我有些課 比較有空一點 我都做一些Q&A 都是 所以那份東西 基本上 你可以 不用看的了 除了不要浪費了Q&A 那些Q&A不要浪費了 我覺得 有些Q&A 老實說 是寫得挺好的 我覺得是 是自考試的 是自考試的 所以我覺得 做Q&A